呃...哈囉大家好我是H.Y 雷文盾的講述快結束了 下賽季的預告也來了 新車的部分分別是 奧斯頓馬甸的英靈電 麥拉倫的570S 還有克爾維特的C3 那今天影片就來講講 我對於下一集講述的想法吧 Let's go! 首先是英靈電 我從多不必在影片做分析 這車前中段加速快 尾速不高 就是一輛彎道車啦 它的轉向性能非常強 許多地方都可以抓地軸 還有就是煞車不錯 穩定度也高 它的強度非常值得抽 不過我應該是會跳過等Haira BC吧 再來570S的部分 沒抽到的趕快抽一抽 這台車在性能組還是很強啦 沒抽到的把握好機會 多抽個幾台出來 這台車零接就能2000以上了 絕對是爬分的好戰友 不過我在SLS出來之前 可能不會去放這一集想吃吧 最後是克爾維特C3 運動組的直線之王 這車我還是只能說 直線往彎道往 不過開起來的感覺還是很有趣 一個人喜好去抽吧 那對於下一集的講詞 你有什麼看法呢 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HY 我們下次見 掰掰